我是靖庭 我现在念新媒体艺术研究所 以前是念理工相关的 喜欢花艺 喜欢爬山 这个创作叫做演化失调 主要讲的是我们人类制人的身体 大概在三十万年前 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样子的 可是那时候的生活跟现在很不一样 当然有很多好处 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会有慢性的一些疾病 透过这研究过程去探讨 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可能原本一直很想从一种理性的方式去讲它 可是后来就觉得越理性 它就越像一个教学影片或是表演 或是一个课程 就失去了一点模糊 没有那么明确的成分 所以后来就是有一些理性 有一些感性 有一些个人的观点 有一些是比较像知识的东西 我不是表演艺术出身 所以我没有经历过很大量的学期的制作或演出 所以这对我来讲 几乎有点像完全第一次自己要弄出一个演出 比较像提醒 作为一个创作者要积极跟努力地去尝试 提醒我不要害怕做错这个做错那个 然后要继续地努力 感谢观看